35.9 小黃四季倒班 第一件事就是梁額溫 做記錄 全程戴口證 這些都是防疫基本措施 但高鐵站旅客來來往往 根本不知道從哪來 現在就怕遇到 從中港澳返台的乘客 感染風險增高 運輎人人自危 到哪裡來的 客人 完全不知道 隱瞞的話就沒有辦法 我們先保護自己吧 會擔心 會擔心也是會傳染 因為上來他如果 跟時機談話 對話的話 會擔心 會怕 就會開一點窗戶這樣 因為國內出現首例死亡案 就是一名白牌車的司機 同業疑似載客染病 也讓運獎心慌慌 除了讓乘客上車前 雙手噴酒精 在玩客人後 車內也得再消毒 一個或兩個客人下車 就要馬上消毒 座位 還有儀標板之類的 都要輕輕的把它施殺過 飲憂肯定是有 那我們就是自求豆腐 每天再送不同客人 就怕口罩不夠用 現在台中市府 每天有8000多個口罩配額 讓司機在車隊車行 或合作社購買 每天都有一片 不只是小黃運將 巴士客運也戰戰兢兢 客運在發班之前 都必須經過整車的消毒 尤其會針對這個把手 還有安全帶 甚至是坐墊 只要是客人碰觸的地方 都是消毒重點 會啊 會擔心 傳染機率會變高 消毒完畢的客運 會有跑馬等顯示 運將加強自主防疫 但對乘客 卻無法強制要求戴口罩 也不能拒載 中港澳回來的乘客 疫情還在延燒 對於四處載客的運將們 很難不神經緊繃 記者韓志欣 蔡頓營 台中報道